各位朋友大家好 后堂的奠基者晋王李克用 在他临死的时候交给他儿子李存旭三支箭 这三支箭代表了他三个未敬的愿望 同时也是代表他一生中的三个仇敌 他希望他的儿子来继续完成他的事业 那么这三个愿吗 或者说这三个仇敌都是谁呢 第一个人指的是镇守幽州的刘仁公 刘仁公以前是他手下的部长 到后来却背叛了他 他希望他的儿子李存旭杀了刘仁公 夺下幽州 第二支箭代表的是他第二个仇敌 就是他的结义兄弟耶律阿宝基 李克用曾与耶律阿宝基在云州 也就是现在的山西大同在那里会蒙 而且二人还结为了兄弟 但没想到耶律阿宝基很快就背弃了自己的诺言 也不顾兄弟之情 时常的出兵骚扰他 而且还和他的死敌眉来眼去的 所以李克用也要杀之而后快 第三支箭代表的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敌人 就是已经登基为地的后梁皇帝朱温 李克用与朱温曾经是同一阵营的战友 但是后来却发展成了针锋相对的仇敌 而且在李克用的有生之年 朱温是一直压着李克用一头 李克用一直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儿子李存旭身上 希望他的儿子能够为他完成这三大夙愿 那么李存旭能否实现他父亲这三个愿望 完成这三个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打开五代十国的历史画卷 从其中的一个个的人物开始跟大家慢慢聊起 首先我们要说的人物 他的名字叫朱温 为什么首先要说朱温呢 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 最近几部影视剧 比如说现在正在播放的《烟云台》和刚刚上线的《狼殿下》 他们不约而同的都把这个历史背景放在了五代十国时期 在《烟云台》这部戏里 在辽景宗耶律贤之前 辽国所对应的中原王朝就是处于五代十国时期 辽景宗耶律贤是在公元969年登基 北宋的建立是在公元960年 而北宋的建立也宣告五代十国时期的结束 另外啊 最新上线的《狼殿下》这部剧呢 历史背景也是着落在了五代十国时期的梁晋争霸时期 梁指的就是朱温建立的后梁 晋指的就是由晋王李克用开创 最后由李存旭称帝 改国号为唐的后唐 因为在后唐之后 还有石敬唐建立的后晋 所以大家不要搞混了 在《狼殿下》这部剧中的《狼殿下》说的就是朱温的义子朱友文 在剧中还有一个是由一个大明星叫肖什么 好像是叫肖战扮演的一个赏金猎人 这个人物呢也不一般 他是晋王的世子 晋王当然指的就是晋王李克用 所以说这部剧的历史背景就放在了五代十国的开端 梁晋争霸的这个时期 当然了 这部剧会把这些历史人物编排成什么样子 我也无从得知 但是我想朋友们可能也希望了解这些人在历史上的真实面目 所以呢 今天就一起跟大家聊聊 朱温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朱温他是安徽人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他们兄弟几人就跟着母亲一起谋生活 生活呢是非常的艰难 朱温从小就是好勇斗狠 在乡里他是一霸 他是那种连村里的狗见着他都要绕行的那么一个人 因为他爱打架 而且下手很辣 他总是说他将来有一天要做大将军 村里的人不过是一笑了之 像朱温这样的人 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最便捷的方式就是造反 当然了 他们这些人造反的目的绝对不是什么救万民于盗权 而不过是想打破旧的秩序 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在新的秩序里 他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其实就这么简单 朱温的运气不错 正好碰到了唐末的皇朝起义 皇朝大军经过他家乡的时候 他义无反顾的加入了造反大军 也是因为他下手狠辣残暴 又有不少的鬼点子 在皇朝的军中 他很快就升为了将军 成为了皇朝的左膀右臂 我们经常看到那些坏人往往更容易成功 好人相对来说就困难一些 其实我觉得这并不是老天不公平 不过就是因为坏人做事没有底线 朱温就是这样一个成功者 后来加入了农民起义军 成了将军 而且还娶了一位富家小姐 作为自己的老婆 如果一个好人取得了这样的成功 因为心中坦坦荡荡 心情必然舒畅 就会引出这样的诗句 春风得意马蹄吉 一日看尽长安花 那么如果是一个坏人 他的诗句可能就会变成这样 这首诗是皇朝的诗 不过用在朱温身上也是非常合适 后来有一次 朱温在与唐军交战的时候 他被唐军团团的围住 这时候他呼叫皇朝来支援 但是皇朝那时候也是自顾不暇 朱温由此可能也看出皇朝大势已去 于是他就投降了唐朝 后来被唐朝的唐昭宗封为了宣武节度史 算是一步登天 归顺唐朝以后 朱温就反格一击 对皇朝的军队开战 朱温是那种反手比正手要强很多的乒乓球运动员 所以他打皇朝打的是得心应手 后来在剿灭了皇朝起义以后 朱温也趁势做大 占据了河南河北的大片土地 又被封为梁王 皇朝起义是本来就非常脆弱的唐王朝 真正进入了藩镇格据的时期 这时候的唐朝的皇帝 不管是唐昭宗也好 还是后来的唐哀宗也好 其实已经完全不像是以前的唐朝的皇帝 现在他们更像是在东周时期的那种各个诸侯的共主 皇帝对各地区的藩镇格据势力 就像东周时期的天子对诸侯国一样 没有什么实际的控制力 不仅是令不出长安 甚至可能连宫墙都出不去了 因为唐朝末年 宦官专政 皇帝都这样了 朱温还是不满足 最后他干脆杀了唐昭宗 废了唐哀宗 自己称帝 这时候是公元907年 朱温灭唐 建立了梁朝 历史上为了区别南北朝时期 萧衍建立的南梁和以后的西梁 就把朱温建立的梁朝定名为后梁 以后五代十国的各朝代前面都冠以一个后字 朱温其人身上的毛病不少 但是呢 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他的优点就是能够失智不渝的做回自我 不管是周围的环境怎么变化 不管是别人怎么看他 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本色 那么他的本色是什么呢 他的本色就是一个流氓 不管是他在做将军的时候 还是他后来成了一代帝王 他永远是那个我们熟悉的朱温 在他和皇朝作战的时候啊 有一次呢 他战败了 留宿在了一个叫张权毅的人家里 就在这短短的留宿期间 朱温竟然把张权毅的妻妾及女儿 家中的所有的女眷都亲切的问候了一遍 后来张权毅的儿子要杀了朱温 张权毅呢 就把他儿子拦住了 说朱温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 当初我被敌军包围的时候 只能吃木屑为食 马上就快死的时候 朱温派兵救了我 所以我们也不能杀他 后来这个张权毅还是规强了晋王李克用 刚才我提到朱温娶了一个傅家小姐为妻 这位傅家小姐姓张 她的父亲曾经做过唐朝的刺事 这位张氏夫人读过很多书 所以不光是知书达理 而且还是富有涛略 对很多事情啊 看得比朱温看得还要准 朱温对他是非常的信服 应该说朱温和张氏夫人这两人的夫妻感情应该还算是不错 虽然说朱温时不时的会在外面偷食 因为朱温这个人特别好色 比如说他的第三子朱有归 他的母亲就是博州的营妓 张氏夫人在世的时候 朱温呢还算老实 等到张氏夫人过世以后 朱温就再没有了约束 原形毕露 在朱温的心里 老婆总是别人的好 他先是强奸了他大臣们的老婆 不过这还不够 他很快又瞄上了自己的儿媳 他有七个儿子 儿媳们个个貌美如花 准确的说是不止七个儿子 他还收了很多的养子 其中他最喜欢的一个养子叫朱友文 就是在狼殿下这部居里的那位狼殿下 但是在历史上朱友文可不是什么狼仔 在历史上形容朱友文是说他人长得很帅 口才非常好 而且诗也写得很好 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文人雅士 一般像朱友文这样的文学青年 在正式方面的都不是特别上心 朱友文也不例外 朱温曾经让他管理一个州县 但是因为他非常的懈怠 也受到了朱温的斥责 朱温的这些儿子 除了三子朱友龟以外 其他的儿子都是驻扎在外地 他们的夫人就留在了长安 朱温呢就每日宣不同的儿媳 入宫为他侍寝 自己的老婆去给自己的老爸侍寝 那么这些儿子们会不会都气疯了 甚至会不会都起兵造反 这点呢 您还是真想多了 这些儿子们没有一个有这样激烈的反应 反而都是安之若素 而且还鼓励自己的老婆在老爸面前要争宠 为什么呢 因为朱温一直没有立太子 这几个儿子呢 都认为自己有机会 就这样 在很短的时间内 在朱温的身体力行和他各个儿子的积极配合之下 他们老朱家很快就被建成了一个绿色家园 朱温和他的儿子儿媳们沐浴在这绿油油的阳光之下 也是开心的不行不行的 朱温对他的这些儿子们实际上是非常了解的 有一次 他见到了李柯用的儿子李存旭 看到李存旭如此的英俊神物 他就发出了一声铠叹 说生子当如李亚子 李亚子指的就是李存旭 说和李亚子相比 我的这些儿子都是猪狗 我早晚会死无葬身之地 不能不说朱温还是非常有预见性的 他就是不当流氓 当算卦的 一样也能发财 他坚信他的儿子们都是猪狗 虽然说在那一刻他或许忘记了这些人都是谁的儿子 但他的这些儿子也最终没有让他们的老爸失望 都成为了猪狗 其中就有这位他的养子朱有文 那位剧中的狼殿下 朱有文的夫人姓王 在所有的儿媳中 他可能是最漂亮 所以深得朱温的喜爱 朱温后来身体非常不好 史书上没有记载朱温得的什么病 但是我估计可能是中风 中的是枕边风 其中耳边风刮的最好 就是在儿媳中最漂亮的这位朱有文的老婆王氏 后来朱温终于被王氏说动 要立他的这个养子朱有文为太子 王氏就马上派人去通知还驻扎在外地的朱有文回京寄太子位 但是这件事情被朱有龟的老婆张氏发现了 于是张氏就告诉了朱有龟 说太子之位不保 朱有龟是所有的儿子中唯一一个当时驻扎在长安的 所以情急之下 朱有龟就带兵冲进了皇宫 然后命令他的马夫一刀刺死了正在病中的朱温 并把朱温的尸体暂时埋在了寝殿的地板之下 然后就缴诏说朱有文谋反刺杀了朱温 最后逼朱有文自尽 这就是历史上真正的朱有文最后的结局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人呢 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很不入流的人物 我也很奇怪 狼殿下这部剧为什么以他为历史的原型 而且不光是狼殿下 据说在前几年有一部三地动画 叫《画江湖之不良人》 这部动画呢 也是以五代十国为历史背景 其中也有朱有文这个人 据说在这部动画里呢 朱有文还挺厉害 是一个什么鬼王 好了 说完了朱有文 咱们再回到今天视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晋王三史的故事 李存旭从他父亲手里接过这三只剑以后 就把这三只剑平常都供奉在家庙里 每当他出征的时候 他就小心翼翼的把这三只剑拿出来 装进井囊里 随他一起出征 在五代十国的这段历史里 李存旭可以说是一个战神般的存在 他不光是本身具有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而且次身的战斗力也非常的强 李克用留给李存旭的这支禁军的指挥核心就是十三太保 大家听这个十三太保名字可能非常熟 可能联想起了无数部的香港黑社会电影 其实后世的这些十三太保都是想借助于李克用这个十三太保的威名 所以李克用的十三太保才是十三太保的本尊 这十三太保实际上就是李克用的十三个儿子 但是只有三太保李存旭是李克用的亲生儿子 其他的十二个太保全是他的义子 像比较有名的大太保李四元 还有第十三太保李存孝 这些都是在五代十国时期的名将 现在轮到李存旭率领这支以十三太保为核心的进军 开始了东征西沙 他首先对准的目标就是在幽州的刘仁公 李存旭一战击败了刘仁公父子 把刘仁公父子生擒 并将他们二人的人头献祭于他的父亲李克用 几年以后 契丹国的耶律阿宝基趁着幽州空虚 率领着号称二十万大军进犯幽州 而李存旭仅是带着五万人马 在这场战役中 李存旭充分的表现出了他战神的风采 坚决勇猛 无所畏惧 耶律阿宝基被杀的大败 逃回了草原 到了公元916年 耶律阿宝基建大辽国 他趁着当时中原的内乱 李存旭正忙于平息藩镇的暴乱的时候 又一次突袭幽州 但这次结局更惨 李存旭只率领着五千人马 就把辽国大军杀的大败 从此以后 耶律阿宝基很长时间不敢难亲 秦杀了刘仁公父子 打残了契丹国以后 李存旭就把目标对准了后梁 在李存旭刚刚从他附近手里接手禁军的时候 禁军和后梁比起来完全是一个弱势的存在 李克用也经常被朱温摁在地上摩擦 随着李克用征服了幽州河北 以及击败了隔居陕西的齐王李茂贞 这时候禁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后梁军 终于李存旭发动了对后梁的灭国之战 这时候的后梁国王已经不是弑父篡位的那个朱有归了 朱有归这时候已经被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朱有贞杀死了 朱有贞是后梁的皇帝 但是朱有贞只信任自己的小舅子和自己的姐夫 对朱温的那些老部下 比如说人称王铁枪的大将王彦璋 都是弃而不用 结果导致军心混散战斗力急剧下降 完全不是气势如虹的禁军的对手 朱有贞最后能做的就是让他身边的一个将军叫黄普林的 让他杀了自己 黄普林无奈之下 只好杀了自己的皇帝 然后自吻而死 这时候是公元923年 也就是说李存旭用了15年的时间 完成了他父亲魏靖的事业 那三支箭终于可以安静的躺在家庙里 接受后世子孙的供奉了 也就是同一年李存旭宣布后唐建国 五代十国也从此进入了后唐时期 朱温的后梁只存续了16年的时间 说起来很短 但是和以后的几个朝代比起来还真是算很长了 李存旭建国以后 又很快征服了十国中的前述 这时候的李存旭 基本上已经控制了中原差不多三分之二的土地 征服前述以后 也就控制了长江的上游 对中下游的杨武 南平 以及南汉民等政权都构成了极大的压力 如果照李存旭现在的势头发展下去 那么很有可能后唐就会成为一个统一中原的王朝 甚至那时候的后唐也完全有实力北极齐丹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 辽国不是很厉害吗 战斗力非常强 怎么在李存旭的面前这样的不堪一击呢 其实啊 契丹铁骑最厉害的时候并不是这时候 而是在他们得到了幽云十六州以后 通过萧燕燕和韩德让的汉化改革 把草原的文明和中原的农耕文明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再加上失去幽州以后 中原政权的北方领土实际上已经是无险可守 契丹铁骑可以随进随出 所以那时候的辽国的战斗力才真是大大的超过了中原 但是在五代十国的前期 甚至再往前的唐朝末年 耶律阿宝基充其量也就是在各个中原的政权忙于内斗的时候 他突然的南侵抢一些财物 然后马上撤回 如果那时候和中原政权的军队硬碰硬的打的话 契丹国输的概率会更大一些 别说那个时候他打不过强悍的后唐军队 就是到了后进的时候 石敬堂的侄子石崇贵率领的后进的部队 也把耶律德光的军队打的够呛 如果后进的内部不出现问题的话 那最后谁输谁赢还真是不一定 就在这只要稍微再努力一下就可以独霸天下的时候 李存旭突然消失了 并不是说他死了 而是说我们熟悉的那个威武强悍的李存旭消失了 而戴之羽一个叫李天下的人 李天下是谁呢 他也是李存旭 不过他是李存旭的义名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我们就要说说李存旭这个人 李存旭这个人是一个看起来具有双重人格的人物 他一方面具有像狮子那样威武强悍的一面 另一方面他又像梅花鹿般的优雅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格如果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而且这个人还没有分裂的话 那这个人八成就是个天才 李存旭无疑是这样的天才 但是当他完成了他父亲交给他的使命以后 也许是倦怠了想休息一下 他的另一面就完全的展示出来 他的另一面就是一个标准的文艺青年 李存旭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据说如梦令这个词牌就是他首创的 如梦令大家都非常熟悉 像李清照的那首《昨夜雨书风筹,浓睡不消残久,试问卷连人,却到海棠依旧》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据说这个词牌就是李存旭首创 除了诗词歌赋以外,李存旭还精通音律 他自己写戏也自己唱戏 这时候志得意满的李存旭已经完全的放飞了自我 他不想再混帝王圈了,改混娱乐圈了 所以他周围就聚集了很多娱乐圈的朋友 那些灵人们都在他的身边 在李存旭执政的这段时间 可以说是文艺工作者的春天到了 灵人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中一向是很低的 但是在李存旭这一朝却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灵人可以当将军,可以当次使 当然他们做的最多的就是把朝政弄得乌烟瘴气 李存旭的皇后姓刘,这位刘皇后也不是省油的灯 这位刘皇后曾经在别人面前吹嘘自己出身于名门大族 但是呢突然有一天一个衣衫褂褛的老头到宫里来找女儿 她的女儿就是这位刘皇后 这位刘皇后不单是不认她的父亲 而且还让人把她的父亲打了出去 李存旭知道这事以后也不以为意 只是发挥了她演技派明星的实力 扮作她的父亲来取笑她的皇后 刘皇后虽然很生气 但是拿李存旭也没有办法 只能回宫把自己的儿子打了一顿 此外这位刘皇后还大肆的卖官欲绝 搞得朝政更是一片混乱 朝中的老臣郭崇涛因为得罪了刘皇后 被刘皇后派人暗杀 李存旭也默许了皇后的行为 从此军心动荡 各处的兵变频繁发生 后来徐州发生了兵变 李存旭派他的义兄李四元带兵平叛 在之前李四元一直被李存旭猜忌打压 这次出兵以后 在行军途中李四元率领的将士们 就拥戴李四元为帝 李四元无奈 也知道李存旭早晚会置他于死地 于是干脆就造了李存旭的反 李存旭大怒 想重现他昔日的威武 亲自带兵去迎战李四元 可惜他已经不是以前的李存旭了 在进军途中 他的兵士已经跑了大半 李存旭无奈只好退兵 真是乌夜偏逢连夜雨 这时候他所信任的陵人郭从谦 郭从谦这时候是宫中进卫的统领 郭从谦就带领着进军冲进了皇宫 李存旭率领着贴身示威迎战 在混战之中李存旭的面部中了一箭 血流如注 李存旭只好带着几个侍卫退回到了内殿 郭从谦又命人放火 李存旭身边最后几个侍卫都跑光了 李存旭因为大量的失血 他感到非常的口渴 这时候就有人进宫去禀报 当时正在收拾细碗准备跑路的那位刘皇后 刘皇后只是吩咐手下人给李存旭递上了一碗乳浆 李存旭在喝了这碗乳浆以后马上就死了 据说是人在失血过多的时候千万不能饮用乳浆 一代英豪李存旭就这样悲催的死掉了 后世的欧阳修在修五代史的时候 也把李存旭记录在了《灵观传旭》中 欧阳修是这样评价李存旭的 满朝损千寿矣 忧劳可以兴国 亦欲可以亡身 此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圣也 举天下豪杰 莫能语之争 及其衰也 数时灵人可困之 身死国灭 唯天下孝 抚祸患长期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相信这段话大家都很容易看明白 特别是最后两句 夫祸患长期于忽微 而智勇多困于所溺 这两句话是颇有警示作用 李存旭无疑是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的 但是他也过分的相信自己这方面的才能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西楚霸王项羽 李存旭和项羽还是有很多的相同之处的 他们最依赖的就是他们的力量 他们认为他们的力量可以搞定一切 殊不知这样的力量或者说是在某一方面的专长 这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以成就他们也可以毁灭他们 我想应该吸取这个教训的肯定不止李存旭和项羽两人而已吧 不管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 李存旭死历后李四元登基做了皇帝 李四元是个好皇帝 但是呢年龄太大了 他登基的时候已经是六十多岁 在他执政期间他迎来了他一直渴望的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耶律阿宝基的长子耶律贝 也就是在燕云台中耶律贤的爷爷 李四元对耶律贝的到来是非常的欢迎 而且是满心的欢喜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温文尔雅才华横溢的辽国王子 还有着令人恐怖的另一面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留下了一个小尾巴 咱们下期再见分晓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